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老师 欢迎各位再回到我的课程来 现在我们继续这一个新的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呢继续这一个 上一个单元所谈的设计模式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子 从DIT的造型 然后以这一个 刚才的一个design pattern 来说明 这一个EIT造型 怎么组合出各式各样的 的pattern 也就是pattern会有无限多种 但是EIT造型只有一种 也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说的 原子不管你这个世界 自然世界都复杂 原子的造型只有一种 原子的造型 但是分子的造型就有无限多种 有水分子啊 有这个 这个 像硫酸的分子啦 还有各式各样的塑胶的分子啦 所以在我们在学习这个物理的时候 一定先从原子的造型出发 再来认识分子的造型 所以一样的 我们在上一节就说明了 从EIT造型来了解 因为它只有一个 所以再来看看它组合出各式各样的pattern 因此就可以培养你一个新的组合 创新的一个架构设计方法 从比较小的造型把它组合出一个复杂的架构设计 那么我们现在暂时先不谈到整个框架或者是架构的设计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先让你了解怎么样从这个EIT造型来组合出设计模式 所以呢让你练习做组合咯 对不对 练习从小的造型 这是一个小的造型来做一个组合 然后设计模式只是我们的一个范例而已 我意思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我们现在谈的是怎么把EIT造型组合成设计模式 其实对架构设计而言组合是一种技能 就是一个技能 也就是一种思考的能力 这种思考的能力呢 才是我们真正的架构设计师要培养的 也就是从这一个开发者到架构师所要培养的这一个思考的一种技能 思考的技能 那么其实来讲设计模式只是我们拿来练习组合的一个标的 当然这是从你的不同角度来看 如果从你的这个从造型的角度 我们的确是要组合出设计模式 但是从技能的角度 这个设计模式呢只是我们的水分子 那么我们只是在来 反而在训练年轻人呢 让他理解这个原子 经过某种组合之后 可以变出水分子 同样的你可以做无限多种新的组合 新的尝试 然后来创造出新的这个模式出来 这个才是架构师训练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训练你的组合的思考 也就是组合的技能 然后来创造出各式各样新的pattern 所以我们掌握这个Gang of 4的这个23个pattern 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而是我们想创造新的pattern 这个才是一个架构师训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了解EIT造型就是原子等级的 那么Design Pattern是分子等级的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EIT造型 我们掌握了EIT造型之后 可以用我们的创意 用我们的组合 用我们的创意来创造出新的pattern 这叫做创新 而不是只是拿23种pattern来应用 不是这个意义 我们要了解我们掌握的EIT造型 一个造型 就可以设计出 组合出 设计出无限周董的新的造型 那这就是我们的从EIT到组合到创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一个EIT的基本造型 就是走边这样子 它可以组合出 这一个temporary measure的设计模式 它可以组合出工厂的模式 它可以组合出观察者模式 所以从这个EIT怎么组合出这么多的模式 这个组合的是一种 刚刚所讲的这是一种技能 这就是我们要教你的一个地方 让你可以创造出 N种 新的 这个模式 这叫做创新 OK 这叫创新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拿这个工厂的设计模式来做一个例子 来让你体会这个组合的这个技能跟思考 所以这是设计模式的基本图 这是在Gone of 4 Done of 4这本书的图 那一开始你只要学很多很多 那这个整个设计模式的意义 那没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了解它 只是我们找出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能够让大家去了解 了解了之后 更重要的 还可以创造出第24种 第25种更多的 Pattern 而不是只会拿 Fact-Masor Pattern 来应用而已 所以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这一个工厂模式呢 其实是两个EIT所构成的 左边的EIT跟右边的EIT 那这一个就是I 这边的I 这个是这一边的I 所以两个EIT所组合而成的 OK 那慢慢的你就会熟悉 这个EIT可以组合出来 我们现在就去拿 这一个工厂模式来做一个范例 让你学会组合的技能 那这组合呢 就把它 你看 它的结构逻辑是这样的 这一个CREATE CREATOR呢 会来调用 这个抽象函数 这个是 走这个 控制环转 就是IOC 之后呢 之后呢 它来NEW它 NEW它之后呢 因为这是ETTEND的关系 ETTEND的关系呢 它会自动的 会来 NEW出这个G类的 对象 会NEW出G类的对象 有CREATE 有CREATE 也就是说 它调用的CREATE的构造式 这个CREATE CREATE CREATE的构造式 那么 那么这边的构造式 会调用这边的CREATE 因此呢 你NEW的 所谓NEW的意思就是 调用构造式 这个CREATE的构造式 会在调用G类的构造式 因此呢 这个G类的对象 是由这个构造式 所创建的 所以 只要NEW CREATE 就可以也把G类的 对象 把它NEW起来 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那NEW完了之后 这可以 来Core它 它就在 Core到它 它的逻辑 是这样子的 所以左边的EIT 是负责右边EIT 的 创建对象的工作 就是 左边的EIT 它的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创造右边的 要去NEW右边的 对象 所以 右边的 叫做产品 产出的对象 那左边叫做工厂 对不对 就像厨房 做出蛋糕 有没有 这是 左边的EIT 就等于 这一个 就等于厨房 右边的EIT 就等于这个Cake 就等于蛋糕 等于蛋糕 所以呢 这一个蛋糕本身也是 一个 EIT的 造型 那厨房本身 也是一个EIT 的形 只是 它的内涵是Cake 它的内涵是厨房 所以 这个 工厂的内涵 加了EIT 造型 就变成工厂EIT 产品的内涵 加了EIT 造型 就变成 这一个 产品的EIT 那 这就是 左边的EIT造型 这是右边的 所以就变成这样 所以 这个是 产品 是内涵 加了EIT 造型 就变成 产品EIT 这个工厂是内涵 加了EIT 之后 就变工厂EIT 然后 这边的动作 就是来 创建 它的对象 那 这边的对象 会在 创建 要求它 创建这边的对象 因此 整个 Product EIT 就被 创建起来的 那 刚刚只是 给予这个工厂的设计模式 来让你了解 这个 EIT的造型 在 这一个 设计模式里头 它是更小的结构 它更小的结构 把这个 工厂的 这个内涵 把它放进去 EIT 就变成工厂EIT 产品的内涵 放进EIT 就变成产品的EIT 把两个合起来 就是所谓的 这个 工厂的设计模式 那我们现在 再回头 帮你复习一下 这个 这个 刚好 这设计模式的 一个相关的概念 所以 这个 首先我们 来用一般的 笔译来做 说明 什么叫做 Pattern Pattern有很多 在 做衣服上面 有一些 蕾丝啦 袖子啦 等等的 样式 这叫Pattern 围棋有 棋谱 烹饪有 石谱 这武功里头 有招式 战争里头 有兵法 这个都是 专家的 心得 我们就称为 Pattern 而且 让你 不断的去使用 而且 屡事不爽 这个叫做 模式 模式 但是 在这个模式当中 你可以看到 它背后有 它的背景 这是 有 裁缝的 有 围棋的 有 烹饪的 就等于说 有 养的 原子 有 这个 等等 有 氢的 原子 等等的 不一样 或者水分子 等等 所以 模式呢 其实 它 是有 它的内涵的 所以 模式会有 很多种 但是 它背后 可以用 单一的 造型 来做 它的 最基础的 一个 组件 就是 EIT 的 造型 所以 模式 告诉我们 理想的 方案 是什么 那么 也会 告诉你 一些 规则 让你 依循 来 创造出 具体的 方案 所以 它是 有 它的 背景 的 针对 这个 背景 背景 叫 Content 在 特定的 这个 背景 就是 环境 然后 产生 一个 最好的 一个 Solution 所以 它已经 到 可用的 水 而不是 形式上 也就是说 它已经 到 分子 的 阶段 已经是 到 水分子 可以喝了 对不对 这样的 一个 叫具体的 方案 它是 在特定的 这个内涵 特定的 背景之下 这一个 才会跑出来的 一个分子 但是 如果我们 把这一个 背景 把它抽离 就变成 造型 我的意思 就是说 Pattern 它是有 特定的 背景的 内涵 来寸托的 那么 造型 是把内涵 抽离了之后 那么 它就 变成一个 单纯的 一个造型 所以在 1964年 那么 由这个 建筑学家 Artexander 亚历山大 推出一本书 它就 谈的 叫做 造型 所以当时 它在 谈的 就是 基本的 造型 然后 然后在 书里头 它 首先 就 以奉 这个造型 来说明 建筑师的 可以由 造型来 作为 建筑师 的一个 设计的 思考 它能够 化解 这个 环境中 互相 冲突的 需求 可以让 整个 设计 变得 和谐 变得和谐 然后到了 19 这一个 七几年的时候 那么 Artexander 就提出 pattern的 概念了 就是 这些的意思 就是在 1970年 到1975年的时候 它就 提出一个 pattern 然后 让这个 造型 成为 比较小的模式 或者是 模式呢 是比较大的造型 它就有 基础的造型 有原子的 造型的 层级 提升到 以分子为 这一个 以分子等级 的 这一个 相对上 比较大的一种 结果 叫做模式 所以它 提出了 叫做 这一个 pattern language 就是 它把 这个 造型 也提升到 语言的 的一个等级 这就是 亚历三大 它的贡献 到了1995年 这个 软件液 受到了 这个亚历三大的影响 他们 有四个 人物 就一起 合作出了一本书 叫做 design pattern 这本书 所以当时 到1995年 到现在 其实 这本书都是 一个很热闻的 畅销书 那 因为这四个人 因为这本书 而且是 声名大噪 那 大家就把它称为 叫做 设计模式的 四人帮 所以 所谓叫做 gun of four 就是指的 指这四个人 那 他提出的 这本书所提出的 23个常用的 模式 我们就通称为 gun of four 这个设计模式 当然 除了这个 设计模式之外 还有 千天万万的 不同的设计模式 所以 我们就可以 理解 这一个 我们的 EIT造型 只有一个 一个 一个 可以组合出 end 就是千千万万 个 这个 design pattern 那组合呢 到底怎么组合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架构师的 基本的技能 叫做 把它 组合 组合 那 刚刚也提到过了 要组合 一定要先分 分 之后 设计 接口 然后 再来 把它合起来 那 这就是我们 架构师的 训练 的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 思考 的一个 技能 好 那 我们 待会儿 就会继续来 举例 以四个 不同的 这个 设计模式 也都是属于 刚好 这本书里头的 四个设计模式 当一个例子 然后 来 练习 做组合 记得 标的 不在于 设计模式 而在于 我们 架构师 要懂得 怎么样做分 怎么样做组合 组合出 千千万万种 不同的设计模式 然后 也就是 做 无限多种的 千千万万种的 一个产品的 创新 谢谢